大家好 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公布2025年第三季度财报 多项核心指标超越公司指引 推动棋盘后股价大幅上涨超过8% 财报显示英特尔第三季度业绩表现稳健 营收 毛利率和每股收益均超出预期 公司指出 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市场的持续发力 值得注意的是 这已是英特尔连续第四个季度实现执行力的提升 反映出公司营运效率的稳步改善 具体来看 英特尔公司日前公布的2025年第三季度财务业绩详细数据 据报告 英特尔第三季度营收137亿美元 同比增长3% 毛利率为38.2% 营业利润率为5.0% 贪薄后 每股收益0.90美元 第三季度从营运中产生了25亿美元的现金 在财务层面 英特尔采取了实质性措施 强化资产负债表 公司成功获得了来自美国政府 辉达和软银集团的资金支持 并通过部分出售 Altera和Mobileye股权 进一步优化了资本结构 人工智慧正成为英特尔战略布局的重点 公司表示 AI技术正在加速运算需求增长 为英特尔产品组合带来新机遇 涵盖核心X86平台 专用ASIC和加速器新业务 以及晶圆代工服务 英特尔特别强调 其与辉达的合作是推动X86生态 在AI时代混发新活力的典范 双方正共同开发面向AI时代的新一代X86产品 近来英特尔热点不断 英特尔和川普政府宣布达成协议 通过美国政府提供的89亿美元资金 支持美国技术和制造业的发展 本季度 英特尔已获得来自美国政府的57亿美元资金 英特尔和辉达宣布达成合作 共同开发面向超大规模运算 企业级和消费级市场的多代客制化的资料中心和个人运算产品 双方将融合英特尔先进的CPU技术和X86生态优势 以及辉达基于辉达NVLink的AI和加速运算平台 辉达同时承诺投资50亿美元购入英特尔普通股 软银集团投资20亿美元购入英特尔普通股 在备受关注的代工业务方面 英特尔取得了稳步进展 先进制程节点 英特尔18A按计划推进 下一代客户端处理器Panthon Lake预计将在年内发表 同时 亚利桑那州5-52晶圆厂已全面投入营运 公司透露 外部客户对英特尔14A制程的初步反馈 令人鼓舞 随着AI推动产能需求加速增长 代工业务将迎来长期发展机遇 Fab-52是英特尔位于亚利桑那州钱德勒市 Octio园区内的第五座大规模量产晶圆厂 目前已全面投入营运 该厂负责生产英特尔18A晶圆 这是目前在美国研发制造的最先进逻辑晶圆 英特尔管理层在财报中表示 他们正采取正确举措推动公司转型 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 任重道远 但前行方向清晰明确 这一表态与公司在AI和代工领域的积极布局相呼应 展现出对未来发展的信心 具体 产品方面 英特尔发表了代号为Tanzer Lake的第三代酷睿 Ultra处理器架构 这是首款基于英特尔18A制程工艺 打造的客户端SOC 此外 通过在Windows ML方面的合作 并将英特尔V Pro的可管理性 集成至Microsoft Intel 英特尔进一步深化了与微软的合作关系 英特尔还首次展示了代号 Clearwater Forest的至强6Plus型号 这款基于Intel 18A的下一代服务器产品 在功耗与效能方面实现了重大改进 同时还公布了代号Crescent Island的新款推理优化型GPU的产品细节 用于Token Clouds和企业级推理 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表示 第三季度业绩反映出 英特尔在战略重点领域执行力提升 且稳步推进 人工智慧正加速运算需求增长 为英特尔的全产品线创造巨大机遇 涵盖核心X86平台 专用ASIC和加速器的新业务拓展 以及代工服务 英特尔行业领先的CPU及生态系统 加之英特尔在美国本土独有的尖端逻辑制造与研发能力 使英特尔能够充分把握这些长期趋势带来的机遇 本季度英特尔管理团队 采取了强化资产负债表的实质性举措 包括加速获得美国政府资金支持 以及辉达和软银集团的投资 这些举措提升了英特尔的营运灵活性 彰显了其在生态系统中的关键地位 英特尔财务长David Sinsner表示 超出预期的第三季度业绩 标志着英特尔连续第四个季度执行力的提升 反映出核心市场的基本面强劲 当前需求持续超越攻击 预计这一趋势将延续至2026年 对于2025年第四季度 英特尔预计营收将在128亿至138亿美元之间 毛利率约为34.5% 摊薄后每股亏损0.14美元 总体来看 英特尔本季度财报不错 营收和毛利率都超出了指引预期 其中 毛利率是最大的亮点 本季度达到了38.2% 带动公司经营性利润提前只亏为盈 即使公司毛利率提升明显 但公司并未停下裁员降费的步伐 公司本季度员工数缺减至8.84万人 继续向年末目标的7.5万人靠拢 公司经营端费用也有望进一步下降 对于下季度指引 公司预期下季度营售为128亿至138亿美元 与本季度相近 下季度毛利率指引为34.5% 主要是受到Tenfer Lake 即新产线爬坡和Altana业务玻璃的影响 英特尔在第三季度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在接连拿下美国政府软银的注资后 还与辉达建立了合作 而英特尔的PB曾一度掉落至一倍以下 多方的助力提升了市场对英特尔业务回暖的信心 也让公司脱离了破产式估值的境遇 此前的英特尔面临着四大窘境 经营面持续亏损 基本退出AI主战场PC领域的传统优势 渐渐丢失和代工未见突破 逐步消磨了投资者的信心 并担心公司走向破产的结局 然而在经过该季度以来的一系列调整后 这些担忧也许可以暂时烟消云散了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